当天温家宝还在哥德堡参观了沃尔沃轿车公司总部 在沃尔沃公司负责人陪同下 温家宝观摩了车辆安全碰撞试验 参观了新车展示及总装车间生产流水线 与现场员工亲切交谈 温家宝说沃尔沃与吉利的联姻是两国企业合作成功的范例 也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新的佳话 这种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不仅是资本的合作 也是技术管理和市场的合作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与交流 双方要继续努力 充分依靠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发扬相互理解 包容和支持的精神 推动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为深化中锐经贸关系做出贡献 沃尔沃集团创始于1924年 是全球20大汽车公司之一 2010年 中国浙江吉利汽车集团 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 使之扭亏为盈 受到瑞典方面的欢迎和好评